那在中場的部分呢 我們也請到了展員主播 來幫我們訪問一下 LAMIGO球團的這個總教練 馮毅忠 我們現在來看訪問囉 好的 要採訪的是 LAMIGO桃園隊的 馮毅忠總教練 在五局下半得到抽筋的那一分 其實關人在一壘 那右外野手稍微露離一下 那個球的跑領 包括三壘跑領指導教練 整個狀況 可不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事實上那個球 打到右外野那個方向 那指導員就已經有 我肆意要一壘的跑者往三壘衝 結果那個手臂還沒有停下來之前呢 他就發現右外野手有一個失誤 然後就順勢這樣給他摳進去這樣 所以是三壘跑領指導教練 林正賢教練就直接看到那邊漏掉 所以才叫要跑的 沒錯 沒錯 因為跑者他是背對嘛 所以他看不到 所以完全要依賴三壘指導員 非常重要的超前的一分 另外就是本來要換成進鋒帶打 後來怎麼又換成葉竹萱呢 教練的考量是什麼 呃 第一點就是說現在是一三壘 那金鋒上去有可能 他會保送他 然後要來對付後面的余德龍 那另外一點是 就是說葉竹萱對他的打擊率比較好 對 好 謝謝洪宇宙主席 請從採訪 謝謝 謝謝 好 在中場呢 我們也請到